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次判斷哪些為fx之因式 那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x加1 所以呢我們是以x等-1代入 那麼x以-1代入 -1的奇數次方是-1 -1的偶數次方這是1 所以呢我們代入 這負的負1所以負得正這是1 然後減掉2乘以1 這是-2 那麼加上-1 這是-1 那麼再加2 所以呢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0 因此呢根據因式定理 在x加1就是fx之因式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這是x-1 所以呢我們x以1代入 那麼x-1 這是等於這各項係數核 所以這是-1-2加1 再加2 那麼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0 因此呢根據這個因式定理 這x-1為fx之因式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這是x-2 所以呢我們x是以2代入 那麼x-2 這等於這是-2的三四方 這是-8 然後這減掉 2乘以2的二四方 這2乘以4 所以這是8 那麼這裡是加2 再加2 那麼得到這是等於-12 這並不為0 所以x-2並不是fx之因式 接著我們看第四小題 這是2x加1 所以呢我們x是以-1-2代入 那麼這等於 這是-1-2過號三四方 所以是負的八分之一 那負得正 所以是正的八分之一 那麼這裡呢是減掉 這2乘以負二分之一 過號二四方 所以這裡是2乘以四分之一 是二分之一 好那我們把二分之一寫下來 加上這是負的二分之一 所以呢這正負得負 這裡是-2分之一 那麼再加2 所以呢我們算出 這是八分之一 減二分之一 減二分之一 這是-1 減1再加2 就是加1 所以八分之一加1呢 這是八分之九 那麼當然這並不為0 因此呢這2x加1 並不是fx之因式 所以呢在這四個選項裡面 只有1跟2 為fx之因式 這個答案